无所从来,亦无所去,顾名如来。 万数飞花的手法,不是每个唐门人都能掌握,但你是唐年,一定没问题。 万数飞花,也不枉费我假睡了这一场,小僧想去一个地点,不知施主可愿陪小僧一同相报。 可愿陨相报,何事了? 三,折得了天上的雨,总会雨过天晴,云淡风轻。 ,你想要跳楼匠? 三,折得了天晴。 何事你会不会追伤,难道使你更nisse张。 八,折得了天晴、八,折得了天晴。 八。 三,折得了天晴,茶,属於戴山风轻。 一、二、三,折得了天晴。 三,折得了天晴。 慢慢看它花心 长了你一个伤 一首有半红的 千五轻薄跌涟漪 吹风跨雨笑近起 上雪不完备雨细 泪花催浆断隔壁 有处矛路青涩不可及 红乎站直苍茫之虚 无所谓一个错综 无拘破天际 渐渐刺个谜题 起落困境里 嘴面出浩瀚勇气 不忘江湖路上 历练成龙下矣 年华一笑 变湿丁细高和新万里 少年梦驻浪图成 拎长心坚固年轮 不怕会曾遇上痕 但创荡才算人生 狂存剑冷桥几阳青春 踏实过岁月风人 天涯凌云晋锁能是你我 并尽又一笑 师主被白发仙的真气所伤 师主被白发仙的真气所伤 小僧这就用流转之手 将那道真气逼住 我不会水啊 我不会水啊 世上竟真有如此神奇的情况 这 这是 这 这是 大祭 这是什么功法 还能让他人也灵波许多 这与我无关 是他自己 雷无杰自己 老和尚说世间有人心有玲珑 可以自然相合 这倒真没有骗我 空城还你 怎么样 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 好想再来一次 瞧你的样子 雷门好歹也是江湖大士将 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小夯祸 那应该念笨祸 去生是笨祸 我就乐意念夯祸 听起来和我们家夯号比较搭配 你评评理 是不是他念错了 施主说得对 是笨祸 你看 什么 言归正传 施主的功力已经完全恢复了 并且还因祸得福了 啊 什么因祸得福啊 这个 施主以后就会知道了 修士 修士 咱们师徒也该见一面了 老大 早就说过了 别找我老大 要是让头儿知道了 非把了俺们俩的屁也不可 是 是 你说咱咋这么背 好好的队伍 说散就散了 还不是怪那个姓雷的小子 我话分两头说 成功追忆 白鬼夜行 这可是西域最大的马贼帮派 咱们以前那小打小闹的 和人家比不了 加入他们 也不算是埋没了俺这一身的武艺 那是那是 人家干的那都是大买卖 就拿这次来说吧 知道俺们这是在干啥吗 不是寻山吗 寻山 那 是山贼 俺们现在是马贼 这叫寻罗 那是 那是 马上干的这一片 说出来 吓死你 那可是多少人都掩热的买卖 也只有俺们成功追忆 白鬼 白鬼夜行 这样的队伍 能吃得下 那 那咱们到底是啥买买 这是联络暗号吗 啥意思来着 你怎么说的 好像是 发现目标 全员出动 全员出动 对 看娘的 还愣着干什么 立功的时候到了 跑起来 你为什么帮我们 小僧不是说过了吗 小僧想去一个地方 需要二位陪行 疗伤之事 不过举手之劳 这位大师 你武功这般神弧奇迹 去什么地方非我二人不可 而且你是雪月城要押到九龙寺的 我身边这位可是雪月城的弟子 您想要我们协助你逃跑吗 小僧斗胆问二位施主 刚才在马车之上 说起来也是小僧救了二位 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请求 却不能应允吗 真是令小僧心寒呢 我陪你去 我就猜到你会这么说 你救了我们性命 我便帮你这一次 但是等你的心愿了了 我还是会把你抓回去的 好啊 到时候我便等你来抓 只要你有这个能耐 你的称呼变了 之前你一直自称小僧 称我们为施主 可刚才却用了你 我相称 你很敏锐 既然二位答应与我同行 我们便是同伴 既是同伴 何谓不失 所以还是以名字相称吧 不知二位施主姓名 我叫雷无杰 萧瑟 嗯 都是好名字 你到底为什么一定要带着我们与你同行 因你的神通 偌大的中原 大得不说 这小小的西域三十二佛国 还有你去不了的地方 问他好 因为我没钱 出门在外 没钱可是寸步难行 那和尚你可招的人了 那一车的人啊 就只有他自己有钱 你闭嘴 怎么 我要是不给钱 你想抢不着 你闭嘴 长宫追夜 百鬼夜行 这是什么 倒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号啊 那当然 你听说的都是英雄之师 可这长宫追夜 百鬼夜行 是马贼 和尚你不简单啊 连这马贼也对你有了兴趣 马贼不是来向财务的吗 雷无杰大侠 这些人可是西域最大的马贼 要抢的起码也是腰缠万贯 几百护卫贴身的豪商 我们就三个人 两个还是穷光蛋 要不是有这身负密传武学的和尚 他们会抢我们 哼 几百护卫 我们可不比几百护卫好抢 哼 既然你还笑得出来 那就表示 这几百只鬼还入不了你的眼 杀 来得好 呀 师尊这次托我运送的独家福利 已经送达 还不速来扫码关注官方微信 领取幕后爆料 神秘设计 高清壁纸等独家福利 那两个没意见的家伙 唉 我记得当年的索山河之约中 还提到了一个五岁的质子 你究竟是谁 首先 还是要抓个蛇 却两天 雍传里来得到人 大家称呼他就 公子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长空影雪落成楼 江南月抹上走 金色起眼睛眸 依稀黄沙腐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